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你拥有一个东西 而且使用它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非常的兴奋 对 现在我就会有这样的感觉 因为我觉得我拥有了现金为止 我觉得我最喜欢的一盏灯 对 大家没有猜错 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爱图室的300D Mark II 这一款新灯 当然这个视频我们不是来恰饭 而是真正的告诉大家 我为什么这么兴奋得到它 这个就是爱图室刚刚推出的光丰宝300D二代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它的外观和一代相比 有很大的差别 比如说它的颜色搭配上 一代是一个纯黑色的机体 而二代延续了最新的这些设计 就是红色和黑色搭配 当然这个颜色不是重点啊 重点是下边这个U型的设计比以往的更长 那么长那么一点有什么作用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可以360度的旋转 所以说不管我们固定在三小架上 或者是房顶上进行吊挂 那我们可以更好的来控制灯的照射方向和角度了 那么还有一点很厉害的就是 这边的固定旋钮也采取了新型的叠杀固定 我相信这个词很多朋友都是在自行车或者是汽车上 听过这个叠杀这个词 所以这一次最新的这个300D二代 也把这个叠杀的设计放到了它的设计里面 这个二代和一代还有一个特别大的区别 也是特别方便的地方就是这个控制盒和适配器合而为一了 然后一个控制盒我们就可以来启动这个灯 而且还可以非常智能的控制这个灯了 所以这个也是第二代非常大的一个亮点 说在一代这个适配盒和控制器的固定方式 也是一个让人特别头疼的问题 原来可能就是一个卡扣一个绳子给它固定一下 那么非常的不方便 那么二代采取了一个固定前的设计 也就是这个位置 我们可以夹在我们的三小架上或者是任意的位置 而这个固定夹不仅仅是固定的作用 它还有一个快拆快装的一个功能 为了进一步保证安全 上面还带了一个散兵绳 我们可以挂在我们的三小架上或者任意的地方 说了那么多外观的设计 其实大家对这些只是感情的认识 我们下面就要说说它最核心的东西 也就是它的亮度还有它的一些功能 不管是拍照开始好 或者视频也好 充足的光源是我们画质的一个保证 比如说我们会拍摄一些深刻的画面 那么拍摄深刻的画面 就需要提高快门的速度 快门速度提高了 那么光线的需求就会更大了 300D二代不仅仅是灯本身的亮度提高 它搭配了全新设计的标准照 就是这个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里边的纹路 和我们常见的标准照的纹路是不一样的 它的这个纹路可以提高灯的亮度的三倍 300D二代的转接口还是采取了通用的保容口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用更多的配件 来打出不同的光线 比如说这个标准照 还有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灯笼 还有其他的配件 我们都可以用在这个灯上 当然它不仅仅是亮度非常高 而且它的还原性还有显色性都在96以上 而且色温也非常的准 所以在我们拍摄起来更好能够还原我们拍摄主体的颜色 亮度虽然说越高越好 但是我们在拍摄的时候 我们要根据不同的情景来调整光线的亮度 而这个灯可以从1%的亮度 一直到100%的亮度 所以我们可以控制亮度的不同 来适应不同的场景 因为灯的功率大了 散热也会大了 所以它采取的是一个全金属的外壳 而且下面有两个非常厉害的静音风扇 这样的话我们在拍摄视频的时候 就不会受到这种风扇的声音的影响了 下面我们就来说一下科技含量满满的控制盒 我们可以看到两侧各有一个V口电池的卡口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两个V口电池来给它进行供电 当然一代的时候我们需要放两块电池 那么二代我们只需要一个V口电池 也就是放在我们的主电池的插槽上 我们就可以给这个灯供电了 我们可以看到下面也有两个DMX的输入和输出接口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更专业的调控灯光的效果 而最最厉害的就是这儿 还有一个USB的接口 也就是说这个灯我们可以通过USB进行固件升级 可以固件升级的灯 我想真的不多见 当我们用V口电池进行供电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在控制盒的显示屏上看到剩余的电量 精确到分钟 而且这个灯光的效果还有一个非常专业的设计就是 电影工业常用的四种调光速率的曲线 当然这个300D二代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作用 就是内置八种不同的电影光效 这个我们在以前的MW10这个小灯给大家介绍过 比如说闪电或者是烟花或者是坏电视或者是坏灯泡这种效果 而有一点不同的是以前我们那个小灯它只有这些效果 但是不能调整 而这次300D二代这里面的光效我们都是可以调整它的频率 还有它的亮度的 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在拍摄起来会更加的真实更加的好玩 很多朋友会想那么多功能 那么调整是不是很麻烦很繁琐呢 那么其实这个300D二代早就想到了 所以它的菜单可以选择中文显示 那么有中文了那对于我们调整来说或者是选择来说那就方便太多了 最新的控制盒呢采取了内置的天线设计 我们可以通过蓝牙去连接 也可以通过WiFi APP来进行对灯的控制 我们可以打开这个Sight Sling 然后现在我的手机已经连接上我的这个300D二代了 我们现在开灯 然后调整灯的亮度 然后我们还可以直接在手机里边来调整刚才我们说的那几种电影的光效 当然除了手机呢其实它也带一个遥控器 通过遥控器呢我们可以来控制灯的开关以及其他的功能 好了估计大家现在呢都知道为什么我拿到这个灯之后非常非常兴奋了 更高的亮度输出 然后最新设计的控制盒 还有它内置的8种电影光效 这些都非常非常酷 其实这个灯呢还是比较偏向于专业的用户 然后比如说我们对光线的要求非常高 而且你对这些功能非常感兴趣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爱图士的光风暴300D二代这款灯 这就是本期的小九十个ECP了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